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在Surway有一個項目叫Piano by Concord 有些很特別的開織 就是五百多呎左右已經開到兩房兩次 當時未有任何實物可以展示給大家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個Layout 大家去感受一下 五百多呎怎樣開到兩房兩次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已經站在客廳位 整個單位的面積大概是JPlan 由五百二十多到五百五十都會有 大概都是五百多呎的單位 主要是一邊 右邊 這邊 客飯廳 廚房 左邊 房間 洗手間 完全不浪費位 門口進來後已經有掛衣位 這是冷氣位 洗衣機是上下堆疊式 開門 應該有門 左邊是房間 我們先看客飯廳 直入已經是廚房 這是雪櫃 雪櫃下面是冰櫃 這裡也有很多櫃桶可以讓你開山 上面這邊是煮食爐 爐頭也是GAS 而且用的電器包裝也是歐洲品牌 Fulgar Milano 廚櫃都會是Blum 這是廚房的爐頭 上面是沙櫃煙機 這邊也有很多可以打開的門 給大家儲物 一路做到頂 這邊有兩格大櫃桶 這個是煮食爐 這邊也有些小櫃桶 給大家放東西 那是洗碗機 這裡 這邊會有些小櫃桶 這個會是Sink盤的位置 Sink盤的位置 這裡打開的話 會有儲物架 垃圾桶 這裡是洗碗碟機 這樣開山 這是廚房位 餐廳位 在這裡 你可以放置二人餐桌 其實也可以圍住坐 或者是IKEA的長方園桌 也可以坐三、四個人 上面有燈位 這邊是客廳 客廳也有露台 這邊的露台門 就可以出到露台 所以我建議梳化 可能放在這邊 其實這個長度 大家雖然看它五百多尺 好像很小 還要開兩個房間 但都放到很大的梳化 甚至如果不是很多人住 你放到這樣的轉角形梳化 這裡可能還可以搭桌子 當然這邊的距離相對近一點 這個位置就是電視位 中間可以放一個小櫃 電視買不到太大的位置 80吋電視買不到 可能買五十多吋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看到很多門 分別可以去到兩個房間 和兩個廁所 靠露台這邊 是正量房 即是真量房 有窗 所以大家 這兩邊有個洞 其實就是兩邊都可以進去 全部都會是Pocket Door 推拉門 入場門 進到這邊 可以這邊上床 如果躺在這邊 那位女士或男士 這邊有窗 下面這個可以開 開人一隻門 大家肯定挑戰 不用說 這麼窄怎麼走 走到過去 所以Concord已經想定了 你睡這邊就是這邊 你睡那邊就是那邊 然後這個可以開的衣� 衣櫃做好 上面都有櫃 然後衣櫃做好 上面都有櫃 不知道 應該沒有 有 有 有做好的 這個就是到時 Wardrop in select layout 未必每一個職都有 但有些 layout會有 到時Carri再跟你說 你買的職有沒有 layout 這邊是衣� 上面有沒有櫃 不知道 總之有些房間會有櫃 但就算這個再窄 我都能走到 當然我比較渺 走到 這邊有另一個位置 可以大家上床位 然後這邊也有些儲物空間 這個就是洗手間 一樣是Poket door 進來 這個是座次 然後也有些鏡櫃 也有些儲物空間 也有些東西放 這個是升盤 然後打開兩邊門 就有那些櫃桶可以拉出來 儲物 另外這邊拿出來 就是有放牙刷杯的東西 這個位置就是入Shower 這個位置有點窄 我在想 玻璃開 不知道會不會撞 這個要想一下 好 到頂 看了一個房間 廁所 另外兩房兩時 另一道門可以出來 經過客飯廳 這邊又是另一個房間 這裏現在製造了 做一個放一張床 就像小朋友房一樣 可以放一個單人床 然後中間這棵牆的位置 就可以放一個書桌 一樣 另一邊也有門進來 都是兩道門 對 兩個都是兩道門 即是大家可以複製剛才的房間 你有的 如果大家不是小朋友房 是分租 講開Suri 大家就會說 我要分租 maximize return 這樣那樣 如果你分租給兩個學生 兩個廁所就很重要 所以同樣這個J-Plan 它可以開到兩房兩次 我永遠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純粹是投資的 就買J-Plan instead of另外那隻 J-Plan 五百多尺只開到兩房一次 因為多一個廁所 儘管它小 始終你的租金會寶一定會高些 剛剛說回這個 一樣可以中間放牆 如果你不是做小朋友房 又是 兩邊入 這樣 然後這裡 就進來洗手間 跟剛才基本上一樣 是一個MIRROR 坐廁在這邊 這裡開櫃 升盤 鏡櫃 然後是洗手間 就是這樣 看完了 快閃看完了 這邊出來就是客飯廳 完全不沙位 大家可以分享空間 分享進來的窗戶 以及分享煮飯的地方 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和問了Concord 他們預測 一個這樣的單位 去到2028年起好的時候 至少租金應該可以去到2700 如果大家分租的 有機會更加高 2700 我們根本是租給 一個兩房單位 租給同一戶人 他需要兩個房間 現在我們說 在MATRO TOWN 平坦地租一房單位 都要2700 甚至2800多元 所以來到SERRY 隔了差不多 二十多分鐘 三十分鐘的車程 同一個價錢租兩房 其實已經很合理 如果大家再分租兩邊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更高的租金回報 好 分享到現在 分享到這裡 有興趣了解多些Piano的朋友 可以上我的網站 carrigway.com.piano 我上面放了 到底Piano在哪裡 還有什麼選擇 大概是價錢的 好像一個這樣的單位 如果不包車位 大家可能預算是50萬美 就應該60萬不用就可以買到 當然是第一回合 如果大家想怎樣都要多一個車位 這樣就預算是63-65萬左右的價錢 大概就是這樣 Piano應該都會預計是二月 或者最遲三年就開賣 我們現在都已經入了 request form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Carrig 填定個表 叫做霸佔一個tecnic的位 到時賣不賣 是另一回事 多謝大家 拜拜 即是怎樣 Kongo是否擔心買得太快 做不像SERRY 所以做過這樣 可能是 這個快 不知道這個真的很快 你想想我們上一段影片 我們分享Panorama 他做完已經賣完了 好像不知做來做什麼 所以今次就做了一個 很有趣的製造 我剛才也算表演得好 起碼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大家想像一下 發揮大家的想像力 但我很喜歡這個showroom 粉紅色很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